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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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半年要去一趟香港 大家可以想象吗 但是现在我可以不需要每半年去一趟香港 因为台湾其实慢慢对我这些评价品牌了 到底是什么吸引你呢 潮流 我买的是潮流 我不是买经典 我先小小讲 因为我今天带了一个示范的东西来了 这顶帽子大家看去年夏天 几乎每一个女孩都有一顶类似这样的帽子 那对我来说我会希望说我也要有一顶 就表示我跟这个时尚有接轨了 去年夏天大概8月左右我到了香港 我去了一个英国的牌子 英国的服饰其实很贵 我看到这顶帽子好兴奋 各位你知道这顶要多少钱吗 600块人民币 600块 台币 3000块 我一咬牙我还是买了 我为了跟时尚接轨 所以我买了 3000块这个帽子 买完之后我走出去一条街 我看到那个瑞典的那个牌子 平价品牌 就最近在台湾还蛮红的 我看到这顶帽子 OK 你们猜多少钱 60块人民币 十分之一 但是我两顶都买了 那今年夏天不流行了 所以这两顶我也就不再带了 他们顶多就是上节目 告诉大家有这个帽子了 那如果不流行的时候 我就把它放着了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去年夏天还是挺值得的 那今后呢 今后你还要选 你还会再去选这个 600块的还是60块的呢 绝对不会选600块的了 我觉得60块我就很时尚了 盛梅你现在就是在那个快 我们叫快时尚品牌嘛 这些品牌你购物啊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 你会经常去逛吗 就是说你刚才讲 你买这些牌子是为了紧跟时尚嘛 但是我们知道时尚变化是非常快的 你大概就是你的消费习惯 你大概多长时间 会去看一下 或者说你的 或者说你的更换节奏吧 就是你把买来的东西 大概多少时候全要扔掉 又换新的了 那我到这些快时尚品牌的频率 大概是多少 最晚最晚大概就是两个月到三个月 因为我们台北也有很多这些品牌嘛 包括西班牙的品牌 包括美国的品牌 或者是日系的品牌 我都会去逛一下 那会进去看一下 就是说大概现在流行的趋势 比方说春夏的时候 现在就已经有了 它流行的元素是什么 你至少有一些单品可以开始卖 那到了冬天 秋冬的时候 也要进去看一下 先采购一些单品 那因为这些品牌 其实它不贵 但是它有个好处 是它隔一段时间 至少在台北 它会有一个促销的活动 有一个促销活动 这个促销活动 比如八折也好 买一送一也好 对 顺美我想请教一下 你一次采购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大概采购多少钱 你到那边会不会觉得 自己还蛮有钱的 可以买比较多 因为比较便宜 如果是台币的话 大概是2000块到3000块 不多 我刚提到 我都是单品单品的买 因为我其实这些服饰我很多了 我并不是说 哎呀 其实这品牌不常见 所以我就一次采购很多 不是我大概就 两三千两三千的买这样子 所以应该还好吧 修芳 觉得我很败家吗 还好 我想请教一下牛老师 牛老师应该买得更多一点 我看到你这个西装的颜色也很特别 这个西装颜色坦白讲还蛮特别的 我每次穿到学校去的时候 其实我学生就会觉得 老师你怎么今天穿件柯南蓝 日本卡通柯南的西装外套蓝色 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蓝色 这件外套其实是跟盛美姐一样 到香港的Outlet去买的 它不是一个快时尚的品牌 它是另外的品牌 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 如果买快时尚的一些 平价品牌衣服的话 我会买衬衫或者是买高领衫等等 一些相关内搭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比较我不太在快时尚 买外套主要原因就是说 因为快时尚 他们的设计感非常非常的强 他们会做的一定程度的合身 特别是外套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像年轻族群 或者是我们的学生辈 他其实在快时尚的一些 各国的平价衣去买外套的话 他们穿起来 因为他们高挑 然后快时尚 他们的那种外套的设计 都会比较贴身 对于我们这种中年人来说的话 因为小腹便便 就不太适合穿那种 快时尚的一些外套 另外考虑是不是会撞衫 跟学生撞衫 会不会跟学生穿同一点外套 真的 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做一个老师 然后我还跟学生撞衫 那样搞不好还不是撞一两件 可能搞不好撞三次件 那就会觉得 感觉会怪怪的 好 我们一直在讲快时尚 我想请钟伯告诉我们一下 什么是快时尚 它的发源是来自哪里 好的 我想 时尚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fashion 快就是一定要很快 所以快时尚就是 你很快就跟得上时尚 其实像今天我们台北的三位嘉宾 就几乎可以说是快时尚的经典代表 我们先看主持人的配色 我觉得我有点慢了 我还是算冬衣 这个我们娓娓道来 其实秀芳你有所不知 你身上的红色跟蓝色的对比 这两季 两季 库吉跟Prada 可是欧洲意大利的 A-Line的品牌 都主推这个颜色 像牛老师的这个蓝 更别说 是全欧洲的品牌 全欧洲的品牌 已经连续两年 也都是主推这个颜色 但真要讲话还是盛媒最快 因为这两位老人家 倒还没有换季 但是我们这位年轻的盛媒妹妹 就已经换季了 她已经跳到8月了 她已经到了春夏 而且我们知道 她这个早春的服饰都出来了 而且她的颜色的确够快够时尚 因为她走的是粉桃 粉色的桃红色 没错 今年流行的这个粉色 也的确就是要以粉蓝 粉淡蓝 就是秀芳这个粉淡蓝 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这个 盛媒的粉桃红 好啦 快跟时尚现场三位嘉宾都符合 中博您分析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 是 你自己的衣服 如果说是三位是快时尚人物的话 那么我自己可能就是中古世纪的人物 对 因为我这个果然还是手艺 比较保守老旧的 全身灰色的西装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 宽版的这种灰色的领带 可以说应该都是前几年的这个产物 没错 曹老师您不说我还不知道要自首呢 我这套西装 今年应该是第十一个年头了 杰中博你客气了 我知道你买的都是经典款 价值不菲 可是两位主持人既然提到了这个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场就有一种 对立的气氛出现 一个就是传统派 一个就是快时尚 英国人就称快时尚这一派 有非常特别的单字 叫MacFashion 为什么他会加一个 Mac MC两个字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家有没有想到麦当劳 麦当劳就是以卖素食为名的 他们认为现在很多快时尚的品牌 卖衣服就跟卖麦当劳的素食一样 所以他们就给他叫MacFashion 好啦 大家大概已经知道这两个 但是想不想知道有多快速 麦当劳平均供一餐 如果你是得来素 他号称一分钟之内 要把餐点送到你的面前 衣服能够多快 各位14天 他14天就能够收集现在最新的元素 包括秀芳的颜色 包括牛老师的颜色 跟盛梅的颜色 然后收集起好之后 他们从设计 打板 到出货 到上架 他只要14天 更可怕的是 我以刚刚你们所提的瑞典 一个知名的品牌为例 对不起 另外一个 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西班牙那个品牌为例 多可怕 他有400位设计师 然后他一年要推出2万种的衣服 每周至少推陈出新2次 新货要上架 然后他们那些衣服 停留在架上的时间 绝对不超过一个月 换句话说 我假设以我这个海豹为例 我今天如果去买了这件 一个月之后 这件就不见了 所以他也减低了撞山的几率 好啦 那平价当然是第一要务 如果他价格不够便宜的话 怎么能够吸引年轻的人是不是 款多量少 我刚刚也提过了 因为他一个月之内可能就卖光了 他不会做太多 减少大家撞山 讲完了这些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一流的设计 但是可能是二流的质量 因为他必须要控制在平价 然后他是三流的价格 因为他价格非常的便宜 好啦 那讲完了他的特色之后 我们来看看 现在可以说是战国风云密布 因为这些我们讲的快时尚的品牌 在两岸三地快速的崛起 我们就以中国大陆为例 领头羊 当然还是来自日本的这个品牌 UNIQLO 跟大家看一下 2014年新开的加速高达86加 他总加速343加 我想要请大家思考的是 这86占343的几分之几 四分之一 他竟然能够在一年就扩张四分之一 可见在中国大陆 他一定有很好的利润 获得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UNIQLO这样子开下去 也可以反映出亚洲人的东西 可能也许还是比较符合亚洲人的胃口 然后瑞典品牌 我们刚才有讲 加速带在这边 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参考一下 从第一名直到最后一名 我来讲这几个品牌的特色 这个亚洲人的口味 我刚才说过 亚洲人可能比较符合 这几个牌子 就像牛老师刚才所说的 他比较宽松對不對 可是这两个牌子 可以算是树敌 他们竞争之激烈 像这个他很喜欢找名人来代言 而这个则是 你找名人来代言 我也就找名设计师来设计 两个人互相竞争 中国我们看他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些是亚洲 美国 欧洲等等 我就不知道在身型上 有没有什么限制 比方说像牛老师的 他会适合穿哪一种 牛老师还是比较适合这个牌子 如果假设是以秀芳 因为秀芳 其实以亚洲女孩子的身材来讲 算是比较高挑的 其实你今天穿这个 绝对是绰绰有余 这个牌子绝对绰绰有余 那如果是这个盛梅 就是明明已经有点 年纪还喜欢装年轻的 那你就可以穿这个牌子 那这个 三位如果都已经为人父母的话 有小孩的话 我就请你们带他们去买这个 这个牌子 你看这个英文单字 这就很有兴趣啊 Mind your gap 英国地铁 但中国我知道 这些都不适合你 太便宜了 没有 其实我还是一样 我是属于比较传统老派的 当你们都去吃麦当劳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会吃路边的这个 面疙瘩 阳春面 好 在这里我特别想请教一下 金元跟曹老师 我们知道大陆是成衣王国 那么很多这个品牌呢 都是在大陆代理 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些 这个来自国外的这个平价品牌 它可能的设计基地 还有这个做的这个基地 都在大陆 为什么挂上这个logo之后 在大陆能够造成这样的一个旋风呢 这个问题我想就是回答一下秀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些品牌 都是有它自己的基因的 不管是西班牙的品牌 还是瑞典的品牌 还是日本的品牌 其实他们的基因都很强 所以它的设计呢 其实还是放在他们自己的公司的总部 就是他们对整个一季的这个设计 他们还是有完全的把控 可能他们把一些比如说制造基地 或者说一些辅助的设计基地 会放到其他的国家 包括中国 那么使得它的成本降低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样的衣服呢 跟我们中国传统的 自己的一些快销品牌 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他们的设计 其实比较比较欧美 就是可能更加适合欧美人的这个身材 而中国的本土的一些 我们也叫快时尚品牌 可能他们就更适合中国人的一个消费习惯 实际上我从80年代后期到香港以后整个90年代 也就看着这几个品牌怎么起来 或者说进入亚洲进入中国 那么这个当中 实际上我觉得香港本来也有一些类似的品牌 甚至日本也有 模仿日本 然后呢就是打一些年轻人市场的 但是当这些品牌进来以后呢 香港本身这几年本土的就衰落的很快 对 而从大陆来看这么大的市场 也没有出过自己的 有一些二线三线的 有一些二三线城市 可能有一些对开联系店比较多 但是就是这个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我想有几个最关键的 一个就是当然设计 这些设计有它的传统有它的接电 所以它是从一开始就占了上游 这个它们有很强的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销是全世界的 这个非常大 它可以把中国大陆做为一个最主要的生产市场 我想这些品牌当中的一半可能是在Made in China 对 不但是很大的一个生产的市场 而且是一个消费市场 你看它那个开店速度就看得出来 那么所以你帮它做 做了以后还赚你的钱 对 你还帮它 但是你的品牌是它的 对 是 那么这些品牌当中也有几个新奇的 我因为关注这个历史 比如那个日本刚才讲的那Unicru 这个牌子 它实际上是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物 日本人以前是非常高傲的 就是说我不穿人家做的东西 别说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美国的它也未必愿意多穿 愿意进口 但是在金融风暴下面 日本人感到自己穷了 钱包薄了 然后那个老板刘金正 他就想到那个 快时尚品牌 就是去打一个 第一次打破了日本人的消费观念 然后到中国大陆去开场 然后开出以后 它是打价格是低廉的 它就必须适合年轻人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 那么Sara也是看到这个西班牙品牌 当时出来就是14天铺开 实际上就是 它非常快的速度 它知道年轻人羡慕名牌 但是又买不起名牌 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这种心态 但是曹老师我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讲 那个西班牙品牌Sara 我记得当年他在上海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简直是盛况空前 就多少人在几个星期以前就知道这个店要开 然后就跑去抢购 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他里面的营业员 因为那个衣服它上面都有防盗扣 他要剪那个防盗扣 就那一天他那个手都会搞破 因为太多了 他一天卖了太多东西 营业员都在那里叫苦 叫苦连天说这个手不行 这个创可贴不停地在包 就已经到这种程度 就是生意火爆到这种程度 但是你看今天 其实包括Sara 包括H&M这样的店 它在中国开了那么多家 你去很多家店看 可能白天你去看是一个人都没有的 它其实也是存在着这样一个 就互相之间竞争的关系 和店面越铺越多 自己店跟自己店的竞争 和自己的品牌跟别人品牌竞争 其实在同一个市场里面竞争 它现在竞争 尤其是现在网上的购物的竞争 跟我们说海淘 就是到外国直接购物的竞争 对中国这些大陆的这些店铺的压力 是很大的 可能最先受到压力就是一些老牌的 比较传统 变化的慢的那些服装店 刚才盛美讲到 他买600块一顶的帽子的地方 可能我指的就是那家店 最近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 因为周边整个行情都受到压力 然后那个小的旁边那些 走年轻人的快时尚的店 又把它围起来 像上海的南京西路 在它的周边就建了好多家乡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品牌 当然对它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那些快时尚的 现在也遇到一些危机 我觉得它遇到还是挺大问题的 这个问题除了你刚才说的就是竞争积累 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品质能不能够 一直保证 我们大陆有一个叫315那个消费者日 每年315都要曝光一些 这些品牌几乎都上过那个黑名单 刚刚315的上面就又点着了 又点着了 在大陆就要中枪了 都中枪了 因为主要就是它的品质当中的 比如说燃料 燃料当中有没有有化学物质 那么这些东西你现在因为 他们是为了低价 都在发展的国家在生产 包括在中国大陆 在很多其他地方生产 那个品质管理就比较难控制 它跟名牌的就不太一样 对 曹老师 你说的是一个有毒化学物质 在燃料当中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发现快时尚品牌 还有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面料的质量是比较差的 而且像我们经常在这些店买东西 就有感触 比如说你多年以前 几年以前吧 你买那个东西 觉得面料还挺好的 然后你觉得一年比一年差 所以我想问一下 台湾的扭叫手 是不是竞争的压力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了 这些快时尚品牌 它开店的速度 跟它的品质是成反比的吗 就是说它的这个店开的越多 它的面料会越差 这个衣服质量会越差吗 其实我觉得未必 因为如果今天快时尚的店铺 其实越开越多的话 它为了要去服应消费者的需求 在质量上面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一个CP值 这样的一种概念 它其实还是会进行一定程度 在质量上面的一个 严格的一个把关 不然的话 今天如果展店非常非常的快速 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质量上面 去跟我展店的一个速度 去做等同的一种类比的话 它马上就会被消费者看破手脚 那其他的品牌 在这样的一个空隙之间 取而代之的一种可能情况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 但是盛梅 我们看到您那两顶帽子 这个600块钱跟60块钱 好像在质量上如果细看 当然某一拍观众觉得一样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摄影镜头 拉近一点的话 大家就看到 第一个旁边的毛边没有去掉 当然你戴起来可能就会不太舒服 所以在质量上的确是有一些差别 有差别 尤其是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你到块石上去采购的时候 你会发现的确它的布料 或者是它的其他的设计感 没有那么进得起考验 比方我们刚刚提到像中博 我欣赏它是因为 抱歉 因为它是经典的代表 也就是说它一套西装 它可以穿10年 它不退潮流 但是我这个帽子 它一记就不行了 甚至于即使是今年很流行 这个帽子恐怕它的这个材料 也撑不住一记 这就是我想要问盛梅的 我觉得这个快速时尚 它另外有个很成功的 可能这也打中消费者的心 就是说我就是卖你这么便宜 那你不要跟我讲求太多的这个资料 好像消费者也能够接受这个观念 但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刚刚晶元跟曹老师 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刚刚秀芳也提到 其实它很多的牌子 是在我们内地做代工嘛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还是前仆后继去选快时尚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各位在快时尚之前 我们买不买衣服 我们也买嘛 买什么衣服呢 秀芳记不记得 早年我们会到外销成衣店去买衣服 好久以前 那一排的衣服 同样的颜色 同样的材质 同样的这个设计 它就是一整排 它分size而已 跟现在你到快时尚去买的 那个方式 其实是一样的 但快时尚 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于 第一 当然它的时尚感比较强 第二 很重要 这也是我会去买这个品牌 原因是 它找很多大牌的艺人代言 瑞典这个牌子 找过马丹娜 还找过米兰达可儿 各位记得吗 然后这个牌子进来台湾的时候 在信义区 我不知道各位去逛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它有一个很大的看板 我看了老半天 我想那个模特儿是谁 是高盛远 高盛远是谁呢 是周迅的先生 那最近他们在这个 两岸三地蛮活药的 也就是说 它即使是一个平价品牌 但是它找了很多大牌的艺人 甚至于你看像米兰达可儿 是超模 它都愿意代言这样一个品牌 所以当这个超模 把这个帽子 就算它只有六十块 它往它头上一戴 我就会希望去买 没关系 六十块 但是它有米兰达可儿的feel 是 关于行销的问题 待会要再请教一下 牛老师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盛梅 刚刚我觉得靳远 讲得很重要 一个是面料的问题 可能消费者觉得 看在它这个价格 很低廉的份上 大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 比方说它里面 有些有毒物质 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一些 威胁 你买衣服来 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对这个衣服有毒 这件事情 我当然非常介意 尤其我最近看到 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所以基本上 我会跟牛老师 牛老师有点类似就是 我不是所有的衣服 我都是快取上 我会用混搭的方式 比方说如果穿的 比较贴身的 或者是小可爱型的 这样的衣服 我会选这个牌子 是比较安全的 我多花点钱 但是时尚感强的 穿在外面这样的衣服呢 那我可能就花一点 比如60块 或者是100块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费用 我就买快取上 我会做一个区隔 但是我担心的是 年轻人他对于衣服的安全 跟衣服是不是有毒 这件事情 他比较没有那么介意 秀芳你们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 会担心 因为我的女儿也穿快取上 所以我对于这个衣服的品质 我也是会有一些意见 因为的确有些衣服 你买回来之后 我不知道 秀芳你知道吗 买回来一次洗完之后 我女儿甚至那个裙子 他整个是插开来的 他不止这个衣料有毒 他可能这个衣服 还经不起任何的洗 或者是整理 他甚至有一次 我买了一个凉鞋 给我女儿 他穿了第一次出去 袋子整个掉了 那你能怎么办呢 因为他挺便宜的 你不能跟这个店家说 怎么这个鞋子马上就掉 因为我们就是花60块 70块人民币买的嘛 那穿一次袋子掉了就算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可见他的竞争力 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对这个部分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就是说 就他产品的质量这个部分 其实我跟我的一些学生 聊过快时尚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因为他们作为年轻族群 他们其实是快时尚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主力消费课层 我跟他们作为一定程度的一个统计 他们其实是认为就是说 他会去买快时尚的一些相关的 国民衣的评价衣的一个品牌 主要最主要的考量是 他的一个时尚设计 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而这样的一个时尚设计 在价格的一个面向上面 不是特别的贵 他们基本上就可以 他们就可以接受 而这所谓的质量的一个面向 可能是在我们刚刚讲 时尚设计价格之后 才是一个质量上的一个考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情况 就是因为 这些快时尚的一个 平价衣的一个品牌 他其实标榜的一个概念是 当季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换季非常非常的快 他的时尚设计风格 一下子比如说下一季 或者是隔年的同季 隔年的当季 他可能就推翻了 今年的一个当季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 你去买快时尚的一个衣服 顶多你就大概是穿个衣棉 那在隔年之后 那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时尚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也可能不太会 穿那样的一个衣服 这是他们对于 这整个快时尚的一个商品 他最重视的是一个 时尚设计感 然后是价格 然后是质量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想刚刚金元所讲的 这个面料越来越差 这的确是很多消费者的 共同感受 那我就不知道中博 是不是因为花了太多的费用 在行销上 所以这个面料上 就没钱买了 的确 我们看到这个行销上 的确很多都能够 打中消费者的心 对 因为其实我对衣服 是真的蛮有研究的 所以我就稍微补充了几位 刚刚大家的疑问 首先先顺着这个 曹老師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快时尚也引起了 现在很多国家的学习 比方说曹老師 就有提到香港 的确我想大陆的观众朋友 您一定对一些演员 老一辈的演员耳熟能详 张曼玉 还有邱淑貞 大家可能不晓得 这两位都跟快时尚有关系 其实香港之前 也秀到了快时尚 他能够抓住很多 年轻消费者的心 所以张曼玉就立刻有去做了一个 快时尚的品牌 然后邱淑貞 则是直接嫁给了快时尚的老板 所以邱淑貞的老公 在香港也算是首富级的人物 那没错 曹老師 首富级 这些做快时尚的 的确有像金元刚刚所说的 就说 他们所设计的东西 可能除了价格取胜之外 可是其他包括面料之量 或者就是 他的流行性能撑多久 也就是我们讲的视觉疲劳 的确是有值得我们讨论的 但是他们不可否认 他们都是首富 日本的UNIQLO 在日本也是前十名的首富 瑞典的H&M也是前十名 西白的大法 那更别讲 是前三名的首富 所以他们赚了大钱 但赚了大钱的背后 他们的东西就真的好了吗 那就回到金元刚刚所说的 金元刚刚讲到视觉疲劳 我举个例子 你们就能够了解 为什么叫视觉疲劳 其实快食上他所捕捉的 都是当季最流行的 可是大家忽略一件事情 欧美的品牌 尤其是欧洲 就是我们讲那些四大品牌 包括Chanel Christine Duo 然后还有Prada 跟Kuji 还有LV 这些品牌 他们不是走当季 大家误会了 他们是走下一季 也就是说你现在假设你去 我刚才讲那五大品牌的专柜 买这些衣服 很抱歉 你现在买的是秋冬 隔年秋冬 以前是隔年春夏的走秀 已经刚走完 现在我今天 前一阵子去知道最新的信息是 去买秋冬的衣服 结果明年秋冬 他已经刚走完秀了 那是一年后的事 但是快食上捕捉的是当下的 所以金元刚才就讲到视觉疲劳 我举个例子 金元就会了解 为什么视觉疲劳 各位还记不记得有一阵子 超级流行一种 檸檬黄的颜色 那个是欧洲 就是像我刚才讲那五大品牌 那些五大设计师 他们聚会 可能在那边有沒有 客牙聊天的时候就说 你觉得我们推什么颜色好 檸檬黄 好吧 那就大家一起檸檬黄 所以所有品牌 全部都檸檬黄 好啦 可是问题是 人家檸檬黄推出去之后 他们很快已经想到 下一年要走什么 馬卡龙 所以马卡龙的颜色 全部冒出来 他们都想好了 可是这些品牌 这些品牌 他们还在跟 所以他们的东西 就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还有一部连续剧 也可以告诉大家 什么叫视觉疲劳 来自欣欣的你 里面这部戏 所有的韓星 不管是男的女的 都是穿韓国的衣服 因为韓国的衣服 也是跟 我们讲的快食尚 一模一样的特质 所以你会视觉疲劳 但有一个人 你不会对他的衣服 视觉疲劳 那个人叫全志贤 因为全志贤穿的 全部都是欧洲的 国外欧美的这些快食尚 他们靠设计师 靠这个名人的加持 那亚洲的UNIQLO 他在中国大陆还是龙头 但他的行销手法是什么 他就比较懂得 亚洲人的味 比较对味 他就看到说 比方说我们店里面 来了一位漂亮年轻的 女孩子卢秀芳走进来了 他就看到 卢秀芳走进来之后 他的行销 就是店内会有一种行销活动 比方说我们说 现在我们店里面 推出一个游戏叫必懂 什么是必懂 必懂就是找了像 比方说像这个金秀贤 黎敏昊这种长相的帅哥 在中国大陆的话 当然就是黄晓明这种帅哥 然后看到卢秀芳走进来 就立刻走到他旁边 然后用两只手把他围住 把他逼到墙角 然后把他围住 然后围住之后 当然我这个示范 可能秀芳你是有点 你可能是有点 没办法融入 但你就把我想像成是黎敏昊 然后两只手都把他挡住 然后这时候秀芳就 深情默默看着我 我也深情默默看着你 然后最后 最重要的一集就是 一定要这时候用出拳 然后踹墙壁 这就叫必懂 然后我衣服就买了吗 你已经买了才有这服务 什么还没买 先买才有 还没买你怎么能够享受这种 所以金元你有没有发现 欧美走的是这种风格 这种的行销方式 然后亚洲的走的是这种行销方式 但不管怎么样 各位还会去注意到 最终极的行销方式 就是他们会在很多的 能够露出的地方 比方说你去看那个高楼大厦的顶楼 然后会有那个招牌 对不对 你就看到好大的这个标志 或者是好大的这些品牌的标志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也可能透过电视剧 或者是连续剧等等这些艺人 来穿的这个来引起流行 然后带动他们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跟他们的形象 但其实骨子里 它衣服的面料跟质量 还是不好的 当然这个时尚的背后 其实说穿的 它还是某种这个利益 跟金钱的这个计算 但是刚刚这个钟博讲的 我觉得那个壁东的部分 特别有趣 我就不知道这个盛梅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 打中了女性的某种心理 就是未可以成为偶像剧的女主角 买东西被人家壁东一下 这会是买东西的一个动力吗 但是秀芳你要这样想 这因人而异 我相信我跟你 我们都希望说 千万不要对我壁东 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会非常害羞 我以为我跟你不同世代 真的吗 没有 我以为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害羞型 因为她刚刚讲的黎敏昊 看你无动于衷 所以那个林敏昊没有打动 他是对我胡同于衷 因为我的想法是 被一个喜欢的男生壁东 当然很浪漫 但我又跟你又不认识 你壁东 我不是很奇怪吗 好 这就讲到 刚刚钟博提到 所谓的行销手法 壁东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可能对比较年轻的族群 他们认为有这样一个男生对你示好 或者是你在挑衣服的时候呢 他会帮你介绍 你会觉得说 那我就多挑几件 那是这一个族群 但是我还是要从刚刚金云提到 所谓的这个审美疲劳 有时尚疲劳这件事情来讲 就是的确通常 你如果喜欢经典品牌的话 你对这个品牌的认同感 你会非常高 有些人甚至十年二十年 他都用那一个牌子的领带 或那一个牌子的西装 你不可能有疲劳感 他甚至于他的这个样式 没有太大改变 那也没有关系 但是快时尚的确有一个问题 而且我自己是快时尚的爱用者 我也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像刚刚金云提到 早年我们去挑的时候 会觉得质量还不错 而且很跟得上潮流 大概穿个一两年没问题 这几年你进去的时候 挑不出好货了 它的材料的确越来越糟 第二 你千篇一律了 你在这家店 看到的那个时尚元素 你在另外一家店 别的品牌也一样有那个元素 它只是一些设计上的 一些差异而已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你对这个品牌 会有一个无力感 所谓的无力就是 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而且大部分喜欢快时尚的人 他本来就没有品牌认同感 就像我自己 我会说我喜欢这个瑞典品牌 你们觉得我会几年都穿这个吗 你认同的是时尚 而不是品牌 我不会 我对 薛芳先生说对 我不会去认同这个 所以各位 你们即使找黄晓明 来卖这个帽子 我恐怕也是会腻的 这是快时尚的一个危机 但是如果黄晓明给你 壁咚一下你就买了 那更糟 我会害羞 可不可以不要当着大家的面 壁咚好吗 可见快时尚是一个 漂浮不定的 那刚刚金元提到一个重点 太多了 太泛滥了 你如果满街穿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衣服的时候 你其实对这个东西 会有一个厌倦感 其实刚刚金元也点出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也就是我刚刚在思考的一个 思考的一个脉络 其实我们会看到 世界上面的顶级的品牌 它都会有 它自己本身定位的一个特色 或者是它最特别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我今天讲一个 英国的一个时尚品牌 英国的一个老牌 叫Beverie 各位一定会想到 它的经典风衣吧 如果我今天讲到TOLS TOLS 你一定会想到它的痘痘鞋 各位今天如果讲到POLO3的话 我讲到POLO3的话 你一定会去想到 Ref Lauren这样的一种品牌 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定位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快事上某种程度 它可以去做一个定位的一种感觉 但是或许快事上 觉得它今天跟主流品牌 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或是跟一些国际上的大名牌 不一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它的一个操作 它可能会思维 它的一个操作是 我今天是采取一种 比较素食化的一种操作的一个方式 意思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只要去锁定 比较年轻的一些课程 或者是中产阶级 相对的一些课程来讲的话 基本上只要中产阶级 或者是年轻族群 对我的相关快事上的一些产品 还有一定程度的一种支持的一个力道 它在整个销量上面 或是在营收上面 它就有一定程度的一种 利基跟利追之地 或许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它并没有去把它的一个品牌 做很深刻的一个定位 我只要能够赢我其他竞争对手 快事上的品牌 我就永远有利追之地 就永远有赚头 我觉得这可能是 应该是快事上 快事上这些服饰品牌 它们主要的一些策略發想的一些点 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当然一般的民众 主要看重快时尚 是因为它便宜 然后那么它这个货 流动得非常的迅速 但是另外现在还有一个风潮 就是社会当中有一些名流 照理说这些应该是穿大名牌的 比方说英国凯特王菲 那么有的时候 他也会穿一些快时尚的平价衣服 但是中国我们讨论了这么多 当然这个快速的时尚品牌 纵使它有100个优点 但是我们看到 还是有很多的缺点 不断的被讨论 而且这些年来 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对 我想凯特王菲 如果看到这个的话 可能也许他就会再三思一下 因为一个衣服的面料不好 质量不好的话 你想想看 穿上身 它是跟我们身体 做最近距离的接触 比方说我们以前讲牛仔裤 不可以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比方说什么夾绢 什么夾本等等 那这些染料上面 如果有有害的物质 我们穿上身的话 轻则 我想这个可能女性朋友 会比较熟悉我讲的 你们常常会背包包對不對 包包竟然跟衣服摩擦之后染色了 那真的是很晦气的事情 那个因为你的包包的价值 可能是你衣服的数千倍 對不對 假设我举例 你说凯特我就让我想到凯莉 艾玛士的凯莉包 你拿一个三四十万 可能差不多要10万块人民币 结果你去穿了一件这样的牛仔裤 然后磨着磨着 你白色的凯莉包 凯莉包竟然被染色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质量轻则伤到你自己 临近的财物 重则伤到你的身体 而且我这个讲 不是没有数字的 根据中国大陆的 他们这个品质检验的单位 测量出 后来他们抽检发现 前五个品质 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前五大品牌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快速时尚 就占了四个品牌 你说那个所占的比例之高 所以这个不得不查 第二个 快速更新 不利保护环境 这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看 他们一昧的去收集 最新最快的元素 欧美品牌 大品牌 这些A咖的品牌 现在流行什么 比方说我刚刚举例了 流行了柠檬黄的颜色 马卡龙的颜色 他就一昧的去跟 对不对 可是人家毕竟是经典品牌 所以我们可能还会买单 但是这种呢 当他推出这种 很新奇时髦的颜色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我不太能够接受 这么大胆的颜色 所以我就没有买 那没有买之后 他就又要快速更新的情况下 大家有想过吗 前面所堆下来的囤货 上游囤的是原料 我们下游买来的 马上又有喜新宴 就不穿了 那是我们废弃回收的衣服 然后如果不断的再如此 恶性循环下去 那一年又一年囤下来的 那些布料衣服 是多么的浪费 有没有不环保呢 对不对 第三个款式雷同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 两位来宾热烈讨论 为什么 因为晶元提到视觉疲劳 款式雷同 你想想看 其实我举几个大家可能 一听就懂的意思 香奈儿你想到什么 毛泥 他的衣服永远都是毛泥 毛泥衣服 毛泥大衣 好 如果是Christine Duo 你会想到什么 刺繡 你想到Prada会什么想到 就是窄到你膝盖 都不能弯的裤子 我们叫Slim 很合身的 好 可是这些品牌 你想到什么 我告诉你 你都想得到 因为他就是这里抄一抄 那里抄一抄 那这里都抄一抄 那里抄一抄 可是他质料又不好 人家香奈儿的毛泥 那一看我就知道 15万人民币跑不掉 因为那个料子一抹就知道 可是到他身上 就变得很奇怪 那就变成四不像 那还不如不穿 所以款式雷同抄袭蜂摸不断 秀芳 我想就第四个问题 来请教纽教授 也包括钟伯 你讲了三个问题 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社会道德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价格很低 当然一个价格低 就是品质可能出问题 甚至我们刚才有些东西 有毒什么的 但是这是又要利润 又要价格低的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对劳工的待遇 在这些快食厂的背后 有大量的血汗工厂 这个问题始终在国际上存在 但是始终没有解决 而且他在不断的搬移 我们知道最近几年 这些快食上的制造者 大量的移到了孟加拉国 我们也知道最近几年 是孟加拉国的服装厂 出工业安全问题 一下死多少人的最严重的地方 而每次都有这些快食上的 这些公司介入在里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穿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道德上的复纠感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 我今天穿了快食上的一个衣服 我能不能去深层的反思 它背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不管是劳工遭受到剥削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些相关环保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就快食上的一个品牌 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 还没有特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团体 在做一定程度的号召 或者是一定程度的一个呼吁 快食上的一个品牌 因为发迹在近几年 在台湾来讲的话 是特别特别的一个明显 特别的一个火红 大概差不多是五年以内的一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台湾的一些媒体舆论 或是一些评论来说的话 似乎还没有办法 去比较深层的看到 教授您刚刚所讲的一些 快食上背后 应该值得反思的一些社会观感 或是一些社会价值的一些问题 是 但是我想这的确在环保的 本保上是相当不利的 因为我们常说这个 我们常说这个需要的很少 但是想要的很多 但是快食上 他用他的快速食上 用他的低廉的价格 刺激了大家的购买欲 那么最近我有一个朋友搬家 在搬家的时候 他才赫然发现 原来他过去 花了这么多钱 他买来所谓的很多的垃圾 他在家里面翻箱倒柜 清那些东西 他说他的衣服 大概一两年都不用再买 每天穿都不会重复 而且那些衣服 还永远不会坏掉 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衣服 刚刚曹老师你提到 这个问题非常棒 而且值得我们省私 是因为 就刚刚刘老师也提到 就是快食上这个东西 它毕竟是很短的时间 快速的崛起 很多年轻人 或者是像我们 这样的一个消费族群 其实是不清楚 它背后隐藏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破坏了地球的环保 包括这个所谓廉价劳工 血汗工厂的问题 还有曹老师刚刚提到的 这些状况 那我个人也认为 在喜爱快食上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该告诉我们 消费者跟年轻人 尤其刚刚秀方也提到 我综合来讲 就是说的确 环境的污染 它的材质使用的 其实是不当的 你三年五年 你看不出来 但久而久之呢 是不是对身体 对整个环境的破坏 还有刚刚提到的 所谓的廉价劳工的问题 我相信再过几年 这个问题会慢慢地浮现 浮现之后就会去解决 而且其实消费者 不是忽略这个问题 是他们不知道 如果被大量的报导 跟讨论之后 像曹老师你这样一讲 我有一个警觉 我会希望下次 我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 我是不是多去选一些 比较环保的衣服 或者是就像中博这样 一件西装 我们可以经典款 我们可能十年 要十年 它不退流行 你可以改变一下 你的消费习惯 然后让很多人去解决 它本身的问题 我相信这样子 会是一个比较正面 我就顺便讲的 这个快时尚也好 这个大盘也好 这个穿衣服好看不好看 完全是一种心理感受 以前 你被催眠 只要你自己觉得开心 就OK了 以前我们说穿衣服 折是保暖 折是一种实用 现在要变化 现在是满足就是满足 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满足 只要你买了觉得开心 穿了张信 别人说你好看就OK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